Hello,大家好,我是鍾梅新 今集想淺談一下美團阿尾巴巴 其實我又不認識金融這些東西 我又見到我身邊很多朋友 做地產的人想去碰身經濟 搞IT、做遊戲 做遊戲的那些全部想去蓋房 真的很諷刺 家裡家業是做房地產 我去了做電子競技 所以人就是這樣 世界多奇妙 有一位好兄弟跟我說他買了很多阿尾巴巴 我問他為什麼 他說我不知道 這個人還要是聰明 這個人是Oxbridge的高財生 亦都是做了很多年投資銀行 做到很高級 這位人兄就買了很多 他都不知道為什麼買了 他說他家裡也是做地產 做了很多年 為什麼你不碰回地產 去搞這些東西 我一直問 其實我聽過很多銀行人說 有些銀行人當然是說爸爸 有些銀行人也有說騰訊 其實他們是否真的懂得這些東西 阿尼巴巴 你看回它上市的時候 它又說天貓淘寶 有Alipay 這東西是上市的時候已經有了 然後做亞利雲 在中國版的Amazon Cloud 現在貴佬也多了一個Microsoft Azure Cloud 這東西推出了很多年了 這東西由上市的股價不是應該反映了嗎 到新的那些 阿里巴巴頭的那些 近這幾年 有哪個阿里巴巴贊助的上市公司是賺錢的 或者業務是厲害的 這好像我不是很想到 阿里巴巴有什麼新業務 其實全世界都做了AI 我不懂得看 我不知道Elon Musk的AI勢勢 還是Jeff Bezos的AI勢勢 還是阿里巴巴的AI勢勢 我也有看過 有一個AI的議題 從馬雲和Elon Musk 大家也可以看看再分析一下 你覺得Elon Musk說得怎樣 你覺得馬雲說得怎樣 其實阿里巴巴 也都是最近 有一個叫做什麼 阿里巴巴 其實我都是輸美團很多 如果你說阿里巴巴的股價 是在這裡 為什麼美團的股價在這裡 這個是我不懂的 我是想問一下 有沒有什麼網路高手可以教一教我 對我來說 為什麼我說騰訊經常這麼厲害 因為騰訊的東西很貴重 即是微信 在中國每一個人 每天都要網路用微信 所以你今天可以坐車 吃飯 交平時的費用 打機 基本上全部都是要用微信 就是它是貴重的 所以為什麼微信會贏 阿里巴巴巴 因為我買東西 我不用每天買 我去購物 我淘寶 我不用每天去購物 這不是一個compulsory的東西 但是我WeChat 我是需要每天使用的東西 所以WeChat Pay購物比較厲害 所以滴滴滴 大陸的Uber 都是騰訊會贏了 就是因為WeChat會貼近很多 第二 再說 阿里巴巴 它有沒有社交元素 它也是沒有社交元素 它都是淘寶 天貓 即是你不是Facebook 不是Google 但是你是一個Amazon 支付 又是做AI的東西 但這件事你講了 是非常之多年 後期了 變現工具 遊戲 遊戲用來賺錢的東西 即是阿里的遊戲是 露得爆 不用說 它是完全沒有遊戲 它是搞E-Sport 全部E-Sport的遊戲都在騰訊 你選什麼E-Sports App 輸到七彩 所以我有時聽人跟我說 甚麼阿里 E-Sports那班 我心想 唉 真的 說你多高餘 你那件事都不是那件事 E-Sports不是一個E-Sports E-Sports是甚麼呢 E-Sports是幫遊戲公司 低成本吸取用戶 亦是令到遊戲公司的遊戲 可以延長壽命 你完全都不是Own遊戲 你搞甚麼比賽 這件事我是很不相信的 可能這麼大的公司 E-Sports也是很小 這件事不可以用來評論整間壓力 但你說淘寶天貓 不是日用的東西 吃飯美團 我都要吃飯 為甚麼一個E-Commerce 會帶一個吃飯的東西 美團亦都有一件事 我覺得很興奮的是甚麼 就是它可以進入到四五線的市場 在大陸四五線的市場 是很難叫到東西 阿里巴巴有個Elema 一個是老闆做 一個是員工去做 這件事亦都可以有例子 就是Passion 的問題 其實騰訊 可以做這個頭條 騰訊亦都可以做這個抖音 為甚麼騰訊沒有 即微視頻 微信新聞 微信新聞簡直是要用外掛 塞進去WeChat 每天看微信新聞都贏不了 其實負責做微信新聞 和騰訊的抖音版 是當日做騰訊QQ的 騰訊的大將 但問題是他已經四十多歲了 以及已經發達了 已經沒有當日去做產品的熱情 當然賭音頭條 就是這麼厲害 我看阿里巴巴都這麼大 美傳又是一個老闆去做一個深入式的 可以進入到中國不同的市場 但為甚麼 我不明白 我不是金融 但為甚麼一個公司是e-commerce 多一個cloud 和AI是這麼貴 但一間公司是食物 又是在這裏這麼便宜 那樣東西是怎樣去Differentiate 這個我也是很想問的 我每天叫外賣 使用率和我Online買東西差不多 Margin上都是做個量的 User 其實我們生活上 大家用的東西都是差無幾 你說香港七百萬人 你用Facebook又用 你不用就不用 你買東西就買東西 不買東西就不買東西 你用Instagram用 我用不用就不用 其實是和人口沒有分別 只要你會吃東西 或者你上網買東西 或者你會用美團和淘寶天貓 但為甚麼股價差別這麼大呢 有些東西是阿里有沒有Social 或者我不懂阿里有甚麼Social 阿里有沒有產品 沒有遊戲 為甚麼股價會這麼貴 如果懂得回答 記得留言 Like,Share,Subscribe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見 Follow我的Instagram Bye Bye 我們下次見 ê